日本人竟然建了一座现实版的侏罗际公园 整个城市所建之处到处都是恐龙 80后退休大叔在日本的旅居Vlog之浮景片 我一直好奇这以恐龙为主题的城市到底长什么样 今天咱们就从大阪出发 用这个JR Pass来到了日本的浮景县 其实浮景是日本最大的恐龙考古遗址所在地 而且还拥有世界三大恐龙博物馆之一 咱们用这个浮景乐享周围圈入场就不需要预约 换票直接进 进来才发现这里面真的非常巨大 完全就是一座主题乐园 看看这恐龙做的多真实 还有一个360度沉浸式的影院 这里的餐厅也全部都是恐龙主题的 哇 大家看这恐龙主题的日本小学生书包一个要4000块 其实浮景县就在日本海的沿岸 所以这里真的每天都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海鲜 看这个墨鱼冰淇淋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其实还挺好吃 晚上大家一定要像我一样来体验一下日式温泉旅馆 看这房间里就有司汤 24小时随便泡 晚餐必须是怀食料理 会直接送到房间 每一道菜都很精致 这鲦鱼的瞎不瞎不我还是第一次吃 食材新鲜 吃起来口感非常Q弹 早晨起来咱们还可以从房间直接走到私人庭园 这池子里也全都是锦里 体验真的非常好 其实附近的这个永平寺我也很推荐 在深山的河流旁边 参天的大树下 台阶被青台铺满 真的非常静谧的感觉 不过这洗手池竟然是全自动的 节能环保真的不错 对了现在刚好是日本的樱花祭 大家来的时候可以来辅景的丸岗城逛一逛 如果大家也想来辅景的所在地 日本北陆地区玩 记得一定要提前准备两个东西 首先交通要准备好JR Pass 就像我这次用的就是七日无限次乘车券 从大阪出发可以做特辑 还有北陆新干线 一次性就可以把辅景 石川 富山线都玩个遍 打卡景点的话 要用这个乐享周游券 不光可以兑换恐龙博物馆 丸岗城的门票 还可以来一次日规日食温泉体验 今后还会分享更多日本深度旅行攻略 本期旅行将有体验评分